你知道巴黎奥运有望拿两枚金牌的男选手都是谁吗? 第十名,徐家瑜 徐家瑜是奥运三朝元老 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得男子100米杨勇银牌 东京奥运会有夺得男女混合勇接力银牌 在202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徐家瑜在100养游出52秒39的好成绩 而他的杨勇对中国队至关重要 在男女混阶和男子混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棒 发挥好就有希望拿两金 第九名,张博文 张博文在东京奥运会虽在预赛排名第二闯入决赛 但决赛表现不佳 仅得到第六名 2023年巴库世锦赛 张博文夺得男子式米器首枪冠军 并锁定巴黎奥运入场券 他和江染新的混合团体拿到世锦赛铜牌和杭州亚运会金牌 张博文将在奥运冲击这两枚金牌 第八名,张博恒 张博恒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遗憾未能入选 但在同年的北九州体操师锦赛却大放异彩 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以87.981分力压日本的桥本大会勇夺冠军 第二年的利物普世锦赛 他夺得男团冠军 个人全能亚军 张博恒能否在巴黎奥运调整到最佳状态 不仅决定男子个人全能奖牌归属 对男团能否夺冠也至关重要 第七名,樊振东 樊振东已经拿到18次世界冠军 其中包括是拼赛男单两连冠 世界杯四次男单冠军 东京奥运会男团冠军男单亚军 巴黎奥运会他江河王楚清 马龙密切配合 力争未免男团冠军 樊振东2024年状态不佳 但只要拿下奥运男单冠军 便能实现大满冠 相信借是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第六名,杨昊 男子跳水士米台一项是 奥运会竞争最激烈的项目 巴黎奥运会依然如此 杨昊和炼俊杰的士米台双人 已在世锦赛实现三连冠 这枚金牌的把握比较大 但单人却颇具悬念 杨昊在世锦赛夺得一金一银两铜 2024年多哈世锦赛才首次夺冠 届时澳大利亚、英国、乌克兰等部选手 将对杨昊和炼俊杰发起强力挑战 第五名,潘展乐 19岁的天才潘展乐是近期窜生的自由泳高手 他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 涌夺四枚金牌 并以46秒80的成绩打破 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记录 除自己的主向男子100自赖 他还将向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 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发起挑战 此外潘展乐还拿到男子50米 200米和400米自由泳参赛资格 会选择哪些项目参赛还不好说 第四名,邹靖元 邹靖元的双杠堪称中国体操队最稳的一块金牌 近些年世界大赛只要他参赛必夺冠 夺得东京奥运会和三届市锦赛双杠冠军 巴黎奥运邹靖元的对手只有自己 只要不出现重大失误顺利完赛 就能为免该项目冠军 此外他的调环和鞍马也有很强实力 在帮助中国队争取男团冠军时 会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名,王楚清 王楚清在乒乓球男单 男双和混双三项世界排名第一 巴黎奥运会他将冲击三枚金牌 他和孙尹莎的混双在巴黎周期保持外战全胜 这枚金牌把握最大 男团这枚金牌希望也很大 最难的是男单 除队有凡震动外 日本名将张本志和 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 法国选手洛布伦等人 都会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第二名,王宗元 不同于女子跳水群方争艳的格局 男子三米板几乎成了王宗元的独角戏 他虽然在巴黎奥运会输给谢思义 拿到单人银牌双人金牌 但随后世界大赛保持全胜 市井赛单人三连贯 双人先后搭档曹元和龙道一 也是线三连贯 同时还是2022年世界杯担任双人冠军 巴黎奥运王宗元自然是 男子三米板双金大热门 第一名,秦海洋 秦海洋在2023年福岗市井赛 勇夺四金一银 还打破男子200米挖勇世界纪录 但此后秦海洋没有游出特别好的成绩 相信他会把最好的状态 调整到巴黎奥运会 只要秦海洋状态好 男子100米和200米挖勇 男女四乘100米混合勇杰力金牌 就很有可能归入中国名下 此外男子四乘100米混合勇杰力 也有充心希望 你觉得谁将成为巴黎奥运多金王呢?